一顆餓鬧 上上優雅 nice 自殺真的是超白癡的 對我來說你趕緊死一死吧 拿你的身邊來威脅我的話 就代表其實你根本不珍惜你自己 趕緊自殺的話那你就去吧 雖然我可能會很難過 但是你還是可以去 因為今天是你的身體你要自愛 雖然他有時間要休息一下阿某怪 硬啦 對 太棒了 今天就是我們的Toker系列 情侶時間最討厭的吵架行為 當然如果要情侶的話 是不是少一個女兒啊對不對 隆重邀請我的特別來賓 等一 大家 你接觸得滿性感喔 我來問你啦 你本身交過幾個男朋友 四個 還算可以 我沒交過 你不要問了 屁啦 老實說其實大概兩個三個 差不多啦 就是那個數字耶 因為我太多女朋友 因為其他都是 我是一個花心的小孩 沒有人來看了笑的各位 這是我們正式的主題 你自己本身有看過哪一種行為 現在你覺得 真正在群體都被吐上去喔 欸 我覺得今天聊這話 林未祥一直狂罵髒話 最近有些行為是真的讓人很討厭啊 想第一個好了 我覺得我最討厭 情侶吵架 要發文討牌 情侶之間吵架的事情 為什麼要發文 然後跟別人講呢 就喔 我好難過 因為我今天怎麼吵架 什麼時候覺得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行為 就是國中分高中 真的有小孩子想法 所以能解決 也是只有兩個人之間 第三方絕對不能幫助你任何一件事情 我是有看到那種搞失蹤 你幹的那種 如果今天沒有確定要分手的話 你吵一吵的話 你就不用搞失蹤 一直搞到對方不接你的電話 我自己本身有很大的激情 他不接我電話 我是火車會大到不行 打給你死都不接還是幹嘛 這樣講好了 我是最討厭的不接我電話 那掛電話跟不接電話 我都討厭啊 誰會喜歡你跟我講 原本要道歉的 就不接是不是 搞失蹤你算是離家出手的一種 離家出手的算是另外一個 那個就是甩太直接又噴掉 然後失蹤呢 我重新補充 我去門口收回 嚴重而言人都發現回來 我女婚子不接了 就消失了你知道嗎 然後怎麼找一找 打電話也就是你會接嘛 因為你失蹤啦 莫名其妙就是 哇可能半天甚至一天 你今天如果要搞失蹤 你了不起 你就一直失蹤跟我分手 所以你就是吵架 當下一定要把事情解決 我們在那邊 然後裝沒事就覺得 還沒解決完就 就有有有有 就一定要當下把事情解決完 其實也不是要搶制說 當下解決事情 那就是一個 KIMOCHI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打架 我覺得男生 動出是一定不對的 我跟你講女生有說不聽話 還是要打 沒有啦 開玩笑 但是有些男生會喜歡摔東西 如果今天摔是碰孔的 你會這樣 我不會嚇他 又有蠻喜歡碰孔的 但是我曾經有 有水平 我沒有雜想女生各位 這是一個錯誤的示範 我那時候就摔地板 好笑 雜玩之後 沒有沒有沒有 念完之後 我自己去棄內笑 跟這些女朋友 不好意思 抱歉 而且我該衝動 聽過比較誇張 砸椅子 砸電視 能砸就砸 那對我來說 你其實算是 不會酷至自己的情緒 沒有 這個對我來講 其實他已經就是很可怕 我講的是男生 但是有些女生 其實生氣起來也很可怕 他們就是把你抓的 你就說 你爸媽都不認識 你這樣 他都咬了 咬了快摸下來是不是 你幹嘛咬我摟 沒有 這紀念 不會嗎 你會搶牆壁嗎 不會 我就是明明知道 牆壁比我還硬 我垂在幹嘛 受傷的是我 垂門 垂門可以考慮一下各位 原本還是會有可能被我垂爆的 所以你看爆不爆的 把你拿去垂 對 當然 你東西垂過去 一定要破壞啊 比你還硬的東西 你只會就是自逃褲子 你要找一種可以弄壞的 比如說玻璃 但我不會各位 我覺得就沒有那種暴力傾向 玻璃是你弄完還要輕耶 這很費力 沒有辦法 我生氣啊 再來我覺得我很討厭 你跟我分手 我就會自殺那種 異哭惡鬧 上上優雅 自殺真的是超白癡的 對我來說你趕緊死一死吧 拿你的身邊來威脅我的話 就代表其實你根本不珍惜你自己啊 你去自殺的話那你就去吧 雖然我可能會很難過 但是你還是可以去啊 因為今天是你的身體 你要自愛啊 雖然他可能承載了一些情緒 或是壓力我們不知道 但是講這種話 對我來講 你很荒謬啊 只不認錯的人 兩個人都完全不想要底頭 要挖挖挖挖挖 疑似不從 第三個字對不起有那麼困難嗎 但有時候對不起可能講出來還是沒有用 什麼什麼講什麼 對不起我用是不是 我要講 你講你講 翻舊帳 哦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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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一翻舊帳 就完全無法解決 就是一定會吵到底 吵到分手為止 比如說我今天嫖過一隻雞 我被抓到 哦 哦 成熱了成熱 就是打個比方 就是被抓到 但是你朋友還是原諒 他說了原諒 但他其實沒有原諒 懷恨在心 比如說過了相隔半年 甚至一年 我們可能為了一些事情吵到 啊不是 你你你你 啊你一年前的表情 你要怎麼算 哈哈哈哈 這蠻好笑 那都過了 我已經跟你道歉了 而且你想想看 你一年前原諒我的時候 我已經被打爛死了 哈哈哈哈 男生雖然曾經是有犯過錯 可是都已經原諒 但女生就是一直狂翻舊帳 其實不能帶遠男後 有些男生也是會翻女生的舊帳 對 比如說你看 你自家不是這樣 喝完酒的時候 就是跟人家喇雞 那我現在只是去酒店喝酒 我沒跟人家喇雞 你跟人家喇雞 那一瓶怎麼算 哈哈哈哈 真的不要要翻舊帳 就是過了就過了 吵完就吵完就算了 就是人要往前看 不要老是翻舊帳 我覺得那些帳是完全翻不完的 但我跟我的前男友 分手原因也是因為 他一直狂翻舊帳 我曾經就是有做過一些事情 哦 我就不好說 講一講一下 他就一直跟我說 你之前怎樣 我就覺得我受不了 我就說好好我錯 我錯我分手 有些人是不會原諒這件事 就是在結婚好了 也是會繼續在聊樂錯 老了之後 哎呀 你十八歲 你劈腿被我抓到 臉不成了 因為這世界上其實 每個人相處的模式 真的是不同 有些人可能就是 怨打怨哀 這一輩子他們可能就這樣 沒有所謂的一定 你們的狀態 可能在其他的眼中 看的不會是這麼的妥當 甚至那麼的舒服 其實有時候 你波及到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看在眼裡 我們並不是好受 一樣一樣百樣人 所以每個人生活方式 不管是情侶是家人 都有他的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他們吵架 搞不好吵了二三十年 四五十年 他們還在吵 幸福 那是他們家的事情 人就是生下來 就讓自己變得越來越好 所以有時候自己的缺點 或是幹嘛 每一天一步一步去修飾 難免會有點爛吵 但是沒有關係 讓每一次的錯誤 把它跟進過來就好 好 讓自己進步是最重要的 對 還有一種 冷戰 哦 比如說吵完之後 還是要吃飯嗎 還是要出去吧 啊你能不能吃飯 還是幹嘛 我還算是蠻常冷戰的人 我只是想要先冷靜個十分鐘 先讓我慶靜 我冷靜錯了嗎 十分鐘OK啦 但是有那種就是可能是半天 就是一天不講話 哦 那那個就太多了 再配合失蹤 半失蹤好了 半失蹤意思就是 看不到他人 但是你可以賴他 他會回你 欸 你站在哪裡啊 家裡啊 你在幹嘛 飯 你會覺得 哇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冷暴力的感覺 等於說你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對方不理你 冷戰 這段過程中 如果你沒有讓他舒服的話 最後再見面的過程中 你們可能還會在暴力 然後沒有解決完之後 在反九戰 九戰放完的時候 霸對方 霸完的時候 開始動手打人 打人是盜自殺 盜自殺 連罐動作 自殺我才是拔回討拍 討拍 哦 該死了 最後要劈腿啦 很多啦 天啊 那人玩了 還有後妙 我們今天只是講情侶 一定要有很多朋友跟朋友 家人跟家人 賞輩或是晚輩 今天只是老實 請你跟大家講 OK啦 OK啦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相熟 然後跟我們 現在就是這樣 每天都相熟得很融洽 各位 我們今天透過內容 差不多都要被結束了 好不好 基本上是我超時點 我們只剩下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Facebook IG和Youtube 我們是硬漢 兄妹 敵人 掰掰 掰掰